哈囉 大家好 我是開一 今天難得走出戶外來到大家河濱公園 跟我的好朋友來自香港的接鍵高手 ZERO 大家好 我是來自香港的在頭健訓冤冤員 ZERO 哇塞 你看一下ZERO的手臂 接鍵也可以練到這麼粗喔 是啊 因為我們在頭健訓就是用不同高難度的動作去訓練 所以對ZERO的奇跡我比較大一點 今天的ZERO會帶我挑戰從簡單的接鍵動作慢慢做到困難的 好期待 所以大家不要怕就是慢慢來就是沒有問題的 好 我們跟著ZERO老師訓練去 Let's go 第一個挑戰動作 哇 哇 這麼難啊 What 我們先從簡單的開始 當然我們可以慢慢來 第一個就是LZ 就像誰呢 女生可以做這個 差的 90度 90度 好 LZ 我直接從L開始 LZ OK 你感受這裡嗎 Tricep Tricep 跟腹肌 腿前側也會啊 因為你腳要伸直 真的 所以你腿前側也會出力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動作 主要是分練我們的 這個core 這個是最簡單的一個動作 最簡單的一個動作 簡單嗎 再請ZERO為我們指判一次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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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強了吧 試看看從前面翻到後面嗎 可以可以 我試看看 我試看看 沒做過 這個就是LC 去一個TOP HAND 厲害 厲害嗎 沒有辦法像你這樣伸直 我只能這樣子 這樣夾著 很好撐 如果跟嘉義有什麼力量大一些的朋友 可以做這個Band Up 就是不是急的 急的比較難一點 cook的比較容易一點 手會彎曲的 比較適合一些力量大的難性 我們第二個動作 就是Dragon Fest 哇 哇 nice 這裡是有一個 有一個街看不見的樓梯嗎 哦 哇 隱形街梯 哇 第二個動作 這個就是第二個動作 Dragon Fest 龍騎 哇 不是 等一下 撐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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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OK 欸 喔 欸 撐 撐 撐 哇 這個ZERO剛剛看起來很輕鬆 哇 你應該吃很多這個Core 對對對 吃很多腹肌的位置 下背其實也撐得也蠻累的 也有一點點 對啊 就是因為很多動作就是全新的 主要有一個到兩個那個 muscle group 但是最後其他的也會用很多 我們要不要做第三個 第三個了嗎 還有最後一個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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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強了 太厲害了太厲害了 先做這個 背鞋 背鞋 最後就是頭子 喔 這是高的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說的下腹訓練 的動作 然後再做一個高的 那你可以給彎去的這個時間 就這樣子 就是90 就是90 然後過去嗎 也可以 可以 把這個 把這個 引力 慢慢來 慢慢 對 就是把肥 翻住你的 直 動作 對 OK 拿這個力 過來 來 喔 可以怎樣 我剛剛看世界是顛倒的耶 要不要來多一個 好 我們再試一個 你來 喔我來啦 我來啦 你 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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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你的 Carl 把他的腳翻住 3 2 1 過了 喔 好帥喔 哈哈哈哈 became legs 以為會分會用很多 Tribus 很吃腹肌啊 我們可以做一個比較難一點的 把隊板放進去 就是翻 翻出去 这个手不要那么宽 就是比较窄一点 之后 做什么样子工作 但是不要站这里 要一点的 就是用你的背部 就是这里 用你的背部 跟拖 跟你的手压力 去保护这个工作 窄一点 扣住就好 10秒 这样 是 10秒 10秒 OK 不错 看着这个背部 不错 OK OK 这手放 OK OK 很好的 不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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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法 真的 太山 转 还是 你 Walk 哇 很緊啊 腹肌很緊啊 對 背部撐著有點痠 這樣看起來接鑒是不是都會用到大量的腹肌啊 全都是這個 對啊 核心很強啊 那我們看一下ZERO的腹肌的部分 Yeah 直接把這個脫掉 直接脫了 最後一個 就是把腿伸出來 先做這個 把腿伸出來 最後再把另一個伸出來 所以用更多的腿跟背部 太低了 太低了 先出來 先出來 欸 欸 嘶 欸 嘶 欸 嘶 啊 哈哈 啊 嘶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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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哇 你看到他的肺部 喔 耶 啊 啊 收泡 胖起來了 胖起來了 哇 飛起來了 飛起來了 看一下基劉的背 練接肩的背 哇 你看這個 triangle 而且他的這個後三角 後三角跟他的肩膀都非常大 你平常有去健身房做肌肥大嗎 都有 但是我主要練背部就是在公園 因為我們在健身就是有很多背部 所以我去健身房就是不練背的 基劉他是跟我說 就算你沒有上健身房 你在公園就是有單槓這些訓練 一樣可以練到差不多是這樣子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 這些難度比較高 比較困難 就是比起你上健身房 你需要的技術也比較高 所以效率也會比較低一點 就會比較慢慢來 不是一般人進來就可以這樣 對對對 這個路慢慢看有點高 我要來玩一下那個空中漫步 好 喔 這邊 開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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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3 4 5 6 來 3 2 1 9 5 5 哇 哈哈 你給看一看這一段 打幾分 十分 打三分是十分 OK OK 哇 香港這種公園多嗎 不多 這裡是比較好一點的公園 因為這個地方比較大一點 對啊 我都不知道大家河濱公園有一個這麼棒的地方 還一下這個場地 所以練接見的朋友 你們有福了大家河濱公園 這邊有一個這麼棒的點可以來訓練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我跟香港的接見高手 ZERO的一日大家河濱公園接見訓練 以及挑戰 那想問一下ZERO就是 香港的健身環境 跟台灣有沒有很大的差異 在香港 但是 健身的中心比較細一點 在台灣就是應該會大很多 因為那個週金非常貴 這站怎樣在條健身的公園 就是也是非常小的 因為香港 地比較小 而且公園也非常小 所以就是 台灣的地方會大很多 對 就等於說是 教練課的教練費用也非常貴 那健身的健身房也非常貴 而且非常非常的小 而且非常非常的小 他說啊 就像我們 三健客跟 PETER FINNESS的工作室喔 都比香港健身的地方還要大 更不要說是那些大型的連鎖健身房 那些都非常非常大 所以台灣算是一個健身非常幸福的地方 因為我看台灣的健身的KOL就是網紅 就是非常的多 在香港就是不是那麼多 他們都很想做一個YouTube的頻道 所以這個健身的風氣 可能台灣比香港好一點 想要認識Zero多一點的呢 他的Instagram 我會放在這邊 好 Zero的Instagram 還有他的YouTube Channel 大家再歡迎去多認識一下 我們這個香港的接見高手 Zero 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你來我的頻道 教我這些健身接見的動作 下次有機會再來台灣玩 我等一下可以去高雄 跟我們的在見的朋友一起玩 一起玩一起訓練 然後順便還要去墾丁賽一下肌肉 墾丁的辣妹看到應該都流口水了 我們可以啦 那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健人蓋一 Zero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